現在電動車趨勢來了 所以呢你會發現 不但電子的零組件 在整台車的佔比提高了 所以我認為啦 這種感覺就像1990年 一個電腦的代工業 造就台灣的科技業的盛世 海外期貨有一個 提一個簡單的幾個優點 譬如說它交易時間很長 那交易時間長到最長 可以一天到24小時 它就長了23個小時 是 個股期貨我會選擇做多 但是在這個指數期貨方面 我會選擇做空 在期貨市場裡面打滾多年 人生第一次破產也是因為期貨 但最後反敗為勝的是從哥 歡迎收看期貨會客室 直覺我們總知道說 這個流行是瞬息萬變 那每一季都有不同 不一樣的這個流行的這個花樣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就來請教 站在流行尖端的子娟 我們觀察最近有什麼樣的流行趨勢 你的這個流行如果說是 穿著打扮的話 對 比如說像我今天這個是 香奈兒風的洋裝 就是一種流行 是 那女生呢也會流行 比如說要做做指甲 那你比較身材好的女生 在路上你會看到 他們喜歡穿短板的上衣露出小蠻腰 是 可是不過這到底跟我們今天主題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喔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國際期貨的這個趨勢 我們先今天縱觀國際 從上而下 告訴你什麼是未來期貨的主流 抓到主流之後 當然更有機會可以獲利囉 說到主流 認真想想我還真的沒有口袋名單 所以今天一定要認真聽 要早點卡位 沒錯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合法的期貨專家 黃傳聖還有賴彥宏副總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交易市場裡面有一句話說 站在風口上連豬都會飛 也就是說只要抓對趨勢 勝率是大大的增加 例如說今年以來 做一個最當紅的炸子機就是台積電了 這當然也是反映了台灣的半導體 在國際之間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說真的啦 身為這個交易投資人 我們都會想說 如果我可以早幾年看到台積電的趨勢的話 我也要提早卡位 可是都是過趨勢 我就是當時沒有卡到位 所以今天的主題我們來探討 如果從現在開始我們展望到未來 我想要先問問傳聖了 你覺得有哪一些 不管是美股或是台股上面的產業的趨勢 是你看好的 講到台積電其實就一定不能小看 電動車產業 像我個人本身是蠻看好的電動車產業的 其實像是去年12月份開始 像蘋果就對外宣告就是說 大概2024年開始 他們的蘋果電動車就要開始量產 是 那這個舉動呢其實就是打響 跟世人宣告 就是電動車的趨勢來了 那當然另外一個電商就是亞馬遜 那他也提出說 十年之後啊 他們要打造一個全球最大的 電動貨車的一個車隊 所以這個動作你會發現 這個趨勢一定不能小看 現在電動車趨勢來了啊 所以呢你會發現不但電子的零組件 在整台車的佔比提高了 從過去的燃油車可能只有三成 到現在的電動車拉高到七成 對 就好比是說我們在坐車的感覺 就像在打造一台移動的電腦 對那像目前的廣達 或者是核所有都已經切進去 特斯拉的一個產業鏈 那鴻海也在打造這樣的軟液體的平台 所以我認為啦 這種感覺就像1990年 一個電腦的代工業 造就台灣的科技業的盛世 那基本上當科技業廠 開始進入電動業的一個製造 也像是台灣2008年一樣 從進入智慧型手機的代工 造成台灣黃金十年的一個感覺 其中呢我就認為像鴻海喊出來 他們要去打造所謂的電動車的聯盟 最令人期待了 那像是鴻海是專精於做所謂的電子零組件 所以它過去的經驗其實就已經很高了 它是全球最大的組裝廠 比起一般的傳統車業都來得有經驗 鴻海透過所謂的垂直整合 那我相信可能會更快的滲透到電子業的產業裡面 那聽完了傳聖的分享之後 我們趕快問問賴副總你看好哪些產業 近期當然最火紅的一定是台積電這家公司 那台積電在台灣的影響力 無論是到有沒有投資過股票的投資人 或者是還沒畢業的學生們 那他們都一定是嚮往台積電 那今年春節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過去大家都會討論到 我們應該紅包拿到多少 或者是這些小學上了哪間學校 然後都在討論一些我們比較生活相關的部分 那今年反而很特別大家會問說 你有沒有台積電 對 你有沒有只有台積電 你有沒有買了台積電 你什麼時候買了台積電 或者是你家有沒有誰誰誰在台積電上班 好像進入台積電或者持有台積電 都成為我們台灣的一個榮耀 就是我們世界產業最重要的一個榮頭 沒錯 產業的部分 那再來的部分 因為我們今年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台灣台紫期 台灣指數也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來到1657的歷史新高 那台積電也來到679塊錢 也是來到一個歷史的新高 所以台積電對我們的股市的注意 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那再來的部分 今年有一個很有趣的 應該是說 今年應該對大家來講會有困擾的部分 是在於我們有一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造成去年開始我們的整個疫情 然後造成我們經濟的重挫 對 那目前各國的以及公衛的機構 都認為沒有百分之百有效的疫苗 那疫苗的保護程度 還是要依照病毒的變異的情況而定 那因此這波的疫情的疫苗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有效的控制住 那變化還是很大 因為目前我們還是認為這段期間 比較主要看好兩個產業 一個叫半導體業 跟我們的生技醫療業 因為半導體業 目前還是台灣目前的重點發展產業 那另外的產業當然就是生技醫療 因為這兩年的新冠肺炎 給世界各國投下一個震撼彈 那對於這類的病毒 在過去的疫苗的開發速度 都會耗費很多年 3到5年 甚至5到7年等等都不等 那這兩年我們在疫苗開發的時程上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等到最安全的情況下 研發出有效的疫苗 縮短了疫苗上市的時程 能因應快速的變化 是 好 現在聽起來有三大趨勢產業了 這個賴副總這邊看好 是半導體 還有生技醫療 傳承這邊看好是電動車 好 趨勢方向有了 但是看到鑽石的一小九 我們還是想要用一點工具策略 把整顆鑽石都要挖出來 說到了交易 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的一些獨門的秘技 但今天我不先問來賓 我要先來問的是 在期貨市場裡面打滾多年 人生第一次破產 也是因為期貨 但最後反敗為勝的 士聰哥 這個頭銜怎麼樣喜歡嗎 滿喜歡的 對 你有什麼樣的一些心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對 事實上這個 我覺得有幾個心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操作 在交易方面來說的話 我會交易兩種商品 一種是這個個股期貨 一種是這個大盤的指數期貨 但是我在交易策略上面 我比較跟大家可能比較不一樣的是 個股期貨我會選擇做多 但是在這個指數期貨方面 我會選擇做空 那因為受限於這個資金規模的這個關係 那當然啦 在做多這個所謂的個股期貨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個股期貨還是回歸到個股本身 對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怎麼去挑出那種有潛力的這個個股 那在這個選擇的方面來說 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們去挑選這些個股 它本身呢 站在所謂的年限 那我這邊設定是200日均線之上 而且這個年限是往上的 那代表是說 它可能未來一年的趨勢是比較偏多 那這個在技術面上面來說 是支持我的這樣一個狀況 第二個我會看的是法人的動態 特別是這個外資投信 或者是自營商 第一個因為他們的基本面的這個工夫 一定比我們一般還要做得更深嘛 所以我會看他們的進出 譬如說他們短時間之內 持續買進某些股票 或者在短時間之內建立了3%到5%股本規模的 這樣子的一個資金的時候 那我認為說 法人做功課 我會特別留意這些公司 第三個 我的挑選是 最好有一個族群性 因為人多總是好辦事 所以如果有那個族群性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它在彼此這個攻擊的 或是上漲的過程中間 可以交叉掩護啦 這個攻擊的時間會更長 而且通常呢 這麼多股票 尤其是一個類股在漲的時候 代表就是趨勢性 但是最後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因為選這個所謂的期貨方面來說的話 它畢竟是個高槓桿的這個產品 對 所以你進場的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都先把你能夠承受的風險 停損點設好之後再進場 這樣才可以萬無一失 對 我感覺 世聰哥在講交易心法 整個人都發光了 對 好 剛剛這些撇步我都把它記下來 可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三位專家剛剛分享的一些商品等等 但如果有一些商品 如果是國內的交易人 比較容易交易到的那OK 但如果有一些商品 其實是海外的一些標的 這種的話 它要哪種類型 它要怎麼交易 那它的優點又有些什麼 來問一下賴副總 其實大家應該可以觀察到一些海外的商品 那這些商品其實大家可能覺得很陌生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熟悉的環境 為什麼 因為跟我們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 譬如我們現在目前比較常見的一些海外商品的種類 目前我們有指數類 匯率類 債券類 金屬類 人員類 跟農產品這幾類 海外期貨有一個簡單的幾個優點 那譬如說它交易時間很長 那交易時間長到最長可以一天到24小時 它就長了23個小時 那只有一個小時是休息的 而且可以避免我們所謂的跳空的風險 國外的一些商品的交易量都其實都很大 那流動性也相對好 那交易上我們的交易的方便性也會提高很多 那商品又多元 例如說比特幣這樣的虛擬貨幣 在國外的交易所就有提供指向商品 但是台灣的即銷所 即貨交易所是沒有開放的 台灣可交易的海外商品還是以主管器官開放為主 那主管器官所開放的商品都還是會經過一定的審核標準 要避免我們交易人不熟悉此項商品 或者造成嚴重的虧損 目前我們交易海外的商品的部分 我們都還是要慎選 而不要太過於莽撞 那交易海外期貨 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多元的交易策略 譬如說美國的小到窮指數如果在漲 那我們的美國的SMP小 SMP的狀態 它有可能會是相對硬漲 因為這兩者之間在長期而言 都會有一個高度相關的因素 那如果背離過多 也許就會有一個套利的空間 那大家可以去掌握這些空間的狀態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成本 那我們需要提起我們的交易人 那就是我們的海外期貨交易 本身是沒有交易稅的 但是卻有一個海外所得稅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我們的稅的問題 沒錯 聽完了賴副總說的 海外期貨這些優勢 那我進一步想要請問傳聖 就海外期貨目前比較多交易人參與的是哪一些 那你會具體的建議有什麼樣的交易策略 還有什麼風險要注意的 OK 市場交易人交易最多的 還是以金融指數的商品為最多 那像是小刀熊期貨 小納兹達車期貨 都是台灣交易人最喜歡做的 這我認為還是有幾個重點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各個商品的現貨開盤的時間 就像是台灣的期貨是8.45分開盤 那現貨就是家群指數 是9點開盤 那如果說你是交易人的話 在9點現貨開盤的時候 多少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可能會期貨跟現貨 中間的價格可能突然發散 或者是收斂 那你可能會找到一些交易機會 包括像是美盤的商品 像剛才有提到的小刀熊 小納兹達克 那在台灣的時間 他們的現貨開盤 就是美股開盤時間 是 東令時間是晚上的10點半 夏令時間是晚上的9點半 那在那個時間呢 你都要去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要去留意一下 各個商品的波動 一般來說 其實農產品 或者是原物料的商品 它的波動其實都會 遠大於金融商品 或者是匯率市場 那金融指數型的商品呢 也會大於匯率市場 其實波動最簡單的定義 很簡單 你就去看每天的高低點的幅度 那如果說今天的高低點幅度很大的話 有可能波動就會逐漸放大 那在交易策略上 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至於說到底怎麼去掌握波動 何時放大 那我會建議啦 其實可以從消息面來著手 我就舉個例子來說 是 就像2016年的時候 2016年剛好是 英國脫歐的公投 對 那就是要投票嘛 可是公投的時間 其實早就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說明天就要公投了 這個大家不太可能不知道 可是你會發現啊 你看一張圖 在開票的那一天呢 造成英鎊史上最大的跌幅 當天的過程就跌了這麼一大根 可是過程當中 並不是直接用跳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開票的過程當中 行情還在走 其實這個對我們交易人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至少可以處理掉 我們手上的部位 那這個圖呢 是英鎊的日線圖喔 你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根特別的大根 OK 那怎麼去定義波動呢 其實用一個最簡單的指標 叫做ATR ATR呢 就叫做真實波動的指標 那它可以很簡單來觀察 價格的波動性 所以呢 在投票的前幾天 你會發現 在ATR底部的地方 它大概就是一天 100點到200點的波幅 可是到了那天開始之後 就出現 將近快兩倍到三倍的波幅 那第二個部分呢 當然講到所謂的消耗器面 就一定不能忽視 每個月都會公佈的 國際的一些 所謂的重大經濟公佈喔 包括像美國聯準會的決策會議 那或者是每個禮拜的 第一個禮拜的禮拜五的 飛龍的數據公佈喔 因為在公佈的當下 都會造成像剛才提到的 波動的一個震盪 那金融市場或者是黃金市場 都會隨著這樣的數據 而產生變化喔 這農產品呢 交易就要多加留意 每個月 美國農業部的報告 那油價呢 你就要去留意 每個禮拜 美國的庫存報告 那再來呢 就是匯率市場 就要去留意 各國的央行所決策會議 那最後我再補充一個口訣喔 像說我們在操作的時候呢 波動橋的時候 比較好做長線的布局 那波動大的時候呢 反而適合短線的充斥 或者是拿來做加碼使用 對 除了剛才傳聖跟我們分享的之外 剛才您提到這個原油期貨 現在似乎是市場上面的一個焦點 那賴副總對這個商品的這個觀察是什麼 是 就是剛剛傳聖有提到一個負油價事件 那大家已經很記得去年4月20號的負油價事件 造成全市場的交易人一片震驚 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想說商品怎麼還有負值 這種事情的發生 那這同時也提醒了所有的交易人 在流動性不足的情況下 要盡量去避免交易一些流動性不足的商品 那原油從去年的負油價狀況 一路漲到現在將近漲幅超過一倍 那一倍的幅度相當於驚人 那尤其原油又代表的是我們的景氣的好壞 的一個經濟數據指標的一個商品 那從去年的新冠肺炎造成全球經濟重挫的因素 那造成全世界各國對原油的需求也相對應的減少 那當然就是有航空業的油的需求也減少 所以造成一個油價造成一個下跌 那去年各國然後都已經全力的開發我們的疫苗 及各項的防疫的措施 那疫情逐漸的好轉景氣也逐漸的好轉 那加上產油果的減產的狀態 那造成油價的急速回升 那代表景氣正在復甦中 那各國的金融市場也熱絡起來了 交易人喜歡原油的商品的狀況 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有時候在漲跌幅 都會有一段 有時候都會有一大段的漲幅或跌幅 因為我們的經濟的數據 那很常不會說是我們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明天都不見了 今天告訴你景氣很好 然後明天告訴你景氣很壞 沒有這種事 所以通常說我們的狀況都是會有一個延續性的狀態 所以在油這項經濟指標的狀態 它會持續有可能會延伸一長段 那我們提一個叫做美國人員署 在週三會公告一個數據 庫存數據 那這些數據大約會是在台灣的凌晨一點的時間 去做公告 那如果放假的話 我們就會順延的一天 我們在原油在判斷之前 都會在市場上會有一個市場分析師 對油的一個判斷 那這個油的判斷有可能會是好的 有可能是覺得它是相對應是會調整庫存 會調高 會調低 我們都沒有人知道答案 因為油可能是不符合市場上的狀態 那我們就會 市場就會瞬間做出一個反應 當營油的庫存如果增加的弧度 遠低於市場的分析師的評估 那每週的庫存需求又增加 那價格就會上升 那如果市場的庫存是充足的 那每週我們的庫存量 然後又持續的增加 那油價可能就會有下行的風險 聽起來這個期貨要做得好 像總體經濟學也要不錯才可以 對 好 今天學到了很多 但是順應潮流高金數 聽起來是很吸引人啦 但剛剛講到有很多的海外期貨 還有相關的商品 來問一下操作面上容易遇到哪些問題呢 我認為找到對的商品很重要啦 因為現在各家騎招所 其實都有推出一個相同的商品 才供給交易人來做交易 但是呢就一定要留意交易量的狀況 那因為海外期貨的總率真的太多了 那就會有所謂的保證金大小的問題 那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小稻窮是一般交易人最喜歡做的 可是小稻窮它一口保證金 動輒大概就20到30萬的台幣的保證金 那現在騎招所也有推出來 大小合約不同的保證金 包括像微型的小稻窮 它一口的保證金呢 就將近大概它的十分之一 只有兩到三萬左右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交易策略上 就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來做運用 交易海外期貨呢 跟交易台子期 都是一樣屬於 像是盤中權益數啊 如果說低於維持保證金 將會收到高風險通知 那收盤的權益數呢 如果說低於維持保證金 也會收到盤後出的通知 就必須在T加1日的時候 約定時間去補足保證金 那盤中的時候的風險指標呢 如果說低於 與期貨商約定的比率的話 就會搶著平倉 那基本上呢 吹腳或者是砍倉制度 其實都跟國內的期貨交易 大同小異 所以呢 這個是傳聖歌的部分 聽起來剛剛 傳聖歌在講的時候 賴布隆也是一直在點頭 對 你自己呢你想分享的是 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我們聖聖歌有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商品 就是我們的股票期貨 那股票期貨 絕對我們目前台灣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商品 因為它可以搭配現貨跟期貨 一起共同去做一個交易的 一個配置 或者是策略上的發展 說到股票期貨 之前我們也有一集節目 完全都是在講股票期貨 也歡迎大家回去多多複習 但還是老話一句啦 小心使得萬年船 這真的是期貨交易上面 永恆不變的真理 沒錯 在下一集我們要來聊聊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 這個大可能比較陌生的一個名詞 同時我們會破解說 坊間目前的非法的這個交易平台 還有相關的詐騙手法 重點就是這句話 別忘了邀請您持續鎖定 期貨會客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別忘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